这才是顶级刀工 男人拿起龙铜刀 一刀划下老母猪 在猪身环绕一圈后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刀身的猪油竟然被龙口吞掉 随后男人握紧猪腿用力一甩 老母猪当场骨肉分离 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纷纷拍手称赞 老猴虽然有着精湛的厨艺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今天会发生一场毁得他一生的失误 今天是村长八十大寿 全村人都过来给他幸福 老猴受邀过来长厨 他做了自己最拿手的闷猪肉 给村民品尝 使着村民刚吃一半 全都捂着肚子嗷嗷吃脚 很明显是菜品出的问题 但究竟出的哪道环节呢 老猴突然想到了食言 没错就是食言 因为菜品快出锅时 食言是帮厨拿给他的 老猴气得把帮厨揍了一顿 然后向村长解释 可是一致词 谁又会听他的辩解呢 长老更是骂他不配做厨师 当场将他驱逐出村 龙头刀也掉在地上 失去往日光辉 出村后的老猴 来到一家名为四海一品的饭店 直接点了一份开水白菜 老板彩儿看出了端倪 因为在粤菜馆点四川菜 是非常罕见的 主厨更是觉得 此人可能是来踢馆的 不久后 开水白菜端了上来 老猴只吃了一口 就要买单离开 彩儿连忙上前询问 是我们的菜有问题吗 老猴直接不会 确实很普通 这句话把主厨彻底激怒 他当场要跟老猴比试一番 还表示 如果老猴输了 就要给他洗三年的碗 如果赢了 自己立马卷铺盖走人 两位都是顶级大厨 比试的菜品也不同翻详 是四海一品的镇店名菜 八宝鸭 老猴让过来面试的阿豪 帮他打下手 没一会儿功夫 两盘不同的八宝鸭 端上餐桌 彩儿的妹妹阿盈 担任这次的品尝师 他先尝了一口 自家主厨做的八宝鸭 连连称赞道 肥而不腻 软糯香醇 可谓是极品 主厨也露出 势在必得的表情 可当阿盈准备品尝 老猴的八宝鸭时 心里有些失望 还说怎么都凉了 没想到刚上手一摸 竟把手烫伤了 随后八宝鸭表皮裂开 热气生腾 香味四散 他们都没想到 老猴不仅在鸭子表面 涂了一层底糖 用来做保温效果 而且制作的全过程 没有用过一次刀 在老猴而言 鸭肉属寒 只要跟刀接触 肉质立马就会变老 所以他让阿豪 把鸭子骨骼拍断 保留最鲜美滑嫩的肉质 果然 阿盈刚把第一口放进嘴里 就好吃到说不出话 看着阿盈满足的表情 主厨也尝了一口 他不敢相信 老猴做的竟然是 诗传百年的五祖八宝鸭 这次输得心服口服 主厨当场离开 老猴也在彩儿的立腰下 做了四海一品的主厨 他还跟彩儿说 阿豪也很有天赋 只要加以培养 他日不在我之下 还表示要收阿豪为徒 谁知阿豪并不领情 说老猴不过如此 白糖破度后 用刀切成薄片 令对手没想到的是 刚才被老猴剃掉肉身的鱼 竟然还活着 阿豪又尝了一口鱼片 没想到如此丝滑 相比之下 自己做的河豚刺身 被虐得体无完肤 其中财儿还在担心 老猴用鱼做刺身 怎么可能会比得过 阿豪的河豚刺身 品尝过后才知道 味道竟然如此鲜美 阿豪一些不服 问老猴是怎么做他的 先开餐步 原来老猴用的是冰镇过的刀 因为生鱼片属凉 只有一只保持冰凉的状态 鱼肉的口感才不会缺失 阿豪彻底认输 当场拜老猴为师 老猴也不计前嫌 收起了他 给阿豪上的第一课 就是磨刀 因为阿豪心高气傲 老猴想把他的傲气磨下去 看着一筐生锈的刀片 阿豪虽然不爽 但还是坚持一片一片磨下去 一边磨 一边给自己打气 他磨了一叶 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一层 终于把一筐刀片给磨完了 检验合格后 老猴开始练他的刀弓 因为刀弓 是检验一名厨师技术的关键 容不得半点错误 虽然阿豪有一定的基础 但并不被老猴认可 他也被折磨得差点崩溃 为了阿豪心服口服 老猴拿起一块姜 先切块再切片 然后先成比头发还细的姜丝 本以为在这段时间的磨练下 阿豪内心的浮躁会慢慢消散 没想到还是太心急 老猴告诫阿豪 刀弓是一种无止境的锻炼 想要成为大厨 必须有足够的耐心 如果还是这般心高气傲 就算再有天赋 也会被浮躁慢慢吞掉 被老猴这么一点 阿豪刀弓有了明显的进步 最后到了烹饪环节 老猴跟他说 做菜很容易 但想要做精 那就太难了 比如炒一盘鸡蛋 火候 油温 包括食材 都是影响口感的关键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阿豪跟老猴学到了很多 身上的傲气也渐渐消散 四海一品的生意 也因为老猴的加入 变得蒸蒸日上 直到这天 竞争对手来找茬了 他们明目张胆的 往菜里放了一把螺丝钉 然后加起钢钉 对着店里的客人说 这里的饭菜不干净 老板采儿知道是来找茬的 却没有任何办法 直到男人递给老红一个墓盒 老红这才知道 墓后主使竟是自己的侄子阿祖 这些陷害自己下毒的事 也是他干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 会让他如此对待老红呢 这件事要从20年前说起 当年阿祖的父亲邪神 因为整日酗酒 师父就把祖传龙头刀 传给了老红 邪神对之后十分不满 于是就跟老红打了起来 没想到在打斗中 上方末盘掉落 不小心把邪神的手臂砸断了 这就意味着 从此以后 他都不能做菜了 但这一幕被桌子底下的阿祖看得厌厉 他开始对老红怀恨在心 长大后 开了一家名为月黄轩的饭店 对老红展开了抱抱 目的就是把他的名气彻底搞臭 经过几次的折腾 阿祖如愿以偿 四海一品的客人也大不如从前 为了挽回曾经的声誉 在老红的建议下 四海一品报名参加了厨神大赛 比赛先夕 阿祖使出各种手段阻止老红参赛 最终老红只能让徒弟阿豪 带他参加比赛 来到比赛现场 阿豪这才得知 对手是上一届的冠军得主 田胖子 他正是月黄轩的主厨 在主持人的宣布下 第一场要比的是刀工 除了要做出美味佳肴外 还要突出厨师的刀工 总共六组三赛者 最后只有两组能进入决赛 比赛开始后 阿豪决定做四套宝 这道菜的复杂程度 远比其他赛系都要难做 首先要把安川塞进鸽子体内 再把鸽子塞进鸡肚里 最后再把鸡塞进鸭肚里 每一道顺序必须分明 不能有任何内脏掺杂物 十分考验刀工 最后积各种肉的鲜味于一身 口感细腻丰富 堪称人间一绝 再看阿祖派出的甜胖子 他做的是一道四川名菜 三元牛头 此菜极其考验刀工 必须在拆骨时 保证牛皮完好无损 连一道多出的划痕都不能有 会做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其他店内三赛主厨 也相继做出那首好菜 每一道都让人垂涎欲滴 但经过评委的离职决定 只有四海一品和月黄轩 进入总决赛 决赛的要求更加严格 主题是汤 必须大增不合 意思就是 汤里不能加任何调料 要涂出食材本身的味道 阿豪不知怎样才能赢下甜胖子 他向你师父老红的教导 决定做开水白菜 不能放调料 阿豪就将鸡肉剁成末 放进鸡汤里 因为鸡汤在沉淀中 可以吸收掉浮油和杂质 经过层层的过滤 鸡汤变得和净水一样清澈 第二步是选白菜 必须取最嫩的菜心 然后用细针扎出无数小孔 让白菜完全吸收鸡汤的鲜味 再看甜胖子这边 他做的是被誉为 再加上甜胖子自创的风火轮热法 做出成品后 浓郁浑香 软嫩柔润 还没品尝 平时就认为 开水白菜没有跟佛跳像相比的资格 眼看阿豪就要输掉比赛 没想到关键时刻 老红拿着龙头刀出现了 阿豪拔出宝刀 原本生锈的刀身 献出一道金光 然后朝桌上的豆腐回去 成品做好后 评委一看 豆腐居然慢慢散开 和汤汁融为了一体 评委品尝一口 瞬间沉浸其中 他没想到开水白菜竟然能做成这样 甜胖子不相信 他走上前 用手指沾了点汤汁 品尝一番后 谢谢厨师帽 当场离开了 最终 阿豪在现场观众的掌声中 成为了新一代出身 其实做菜跟做人一样 有时候看似不起眼 但在关键时刻 却能发挥难以想象的价值